什么是直觉 直觉是灵性修行的一个面向吗 萨古鲁这样回答 什么是直觉 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出于自己所搜集到的信息 信息不是指你需要阅读书籍或者报纸 通过你所看到的 听到的 闻到的 尝到的和触摸到的 五官在不断地收集信息 人们做过这样的实验 一个人熟睡时 用一种他不懂的语言 对他说十句话 过一段时间之后 实验者通过催眠这个人 这个人能再次说出这十句话 他熟睡时没有意识 但是他经历的一切都被记录下来了 就像录音机录音一样 所以其实有大量你没有意识到的信息存在着 只要看看你能行走这个事实 行走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分析一下 用两条腿走路 这其中涉及到的过程 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体重是如何转移 肌肉如何运作 整个行走的发生过程 是惊人的复杂 如果你要从逻辑上来理解这一点 你会发疯的 即便你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这一点 你也弄不懂 它就是复杂到这个程度 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能行走 我们是凭直觉知道这点 而不是凭智能 用开车来打比方 可能更恰当些 你初次学开车的时候 你发动汽车 踩离合器 然后挂一挡 同时你慢慢地松开离合器 但是车就只是震动一阵 就停了 不管你是多少次 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如今你开车 已经开了十年 你可以边打电话 边好好开车 即便今天 在开了十年的车之后 如果你坐在车里 还是会想 我应该怎么做才合适 首先发动 然后踩离合器 然后挂一挡 然后踩离合器 你又不知道该如何开车了 如果要觉知到另一个维度 你必须提升你的意识 超越它现在的界限 这就是灵性 如果你用智能去提升 那么在每一件小事上 你都要走十个步骤 如果你用跳跃的方式 而不是一步一步去经历这十步的事情 那么这就是直觉 但是直觉不是觉知的另一个维度 它只是运算的另一个方面 你当时运算的更快 但是你运算的仍然是相同的信息 如果你的大脑变得更有直觉 你能把你所知道的运用得更好 从使用简单通话 传简讯的电话到智能电话 从智能电话到iPad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新的事物 我们只是在学着更好地利用它 以凭直觉感知到的 还是你大脑中同样的东西 但却不是觉知的另一个维度 本质上 有灵性即意味着超越于物质层面 如果在物质层面之外的维度 成为了你鲜活生动的实相 你就是有灵性的 我说的物质层面 不仅仅是指身体和头脑 你通过五官感知到的其他一切 都是物质层面的 如果你超越了这些 或者如果你的觉知超越了五官的局限 那么你就是有灵性的